欸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外不外勁敵往事 然後他的小果 黃化的很嚴重 一 應該 那個制裁有辦法處理嗎 你有人說授粉嗎 有啊 我現在還在授粉 我沒有頂著地產在授粉那電台 嗯嗯嗯 你有看啊 那他的黃化很嚴重 是不是因為 濕氣過重 他的通風性不好啊 什麼原因 還是我要當電風 排他那個濕氣 嗯嗯 好 這個我們待會跟你說一下 不好意思 你幾時 我沒兆許 哦 好 好 謝謝 謝謝 拜拜 來 這個很多人說 不等於吃飯 待會在做什麼 這個最主要 最主要因為補瓦呢 白灰 那麼 白灰它通常就是暗時開 所以在補瓦裡面 補瓦有一個我們叫做牛仔 一種呢 它是一種這個月娥類 這個東西呢 那麼它通常呢 這個暗時的 它出來 這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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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去做一個人工塑粉 那麼我們說的這個牛仔 牛仔呢 這其實呢 它有一種 就大概就是牛 鵝 那麼一種 它這個是專門的補瓦修粉 差不多是剋一種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就必須要 必須要剋人工 人工修粉 那麼人工修粉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有時候你比較容易的 就是它的這個人工塑粉 這個時間 你一定要牽牽不好 因為有時候這個溫度很高 比如說這陣子它 它溫度很高 那溫度很高 那溫度很高的時候呢 裡面通風比較不好 稍微有一點點悶住 因為它這個暗時開火 暗時開火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是到這個太過頭隔溫 它雖然開火但是它那個 那個住頭的這個所在 已經花粉的這個活性會比較壞 所以我們這陣子 還是會建議你用這個 這個天然氣巴分類數 這個撒其多 比如說你稍微把它噴一下 那麼這種的好個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是我們在這方面 這個住宅這個配合來使用呢 它有這種的這個好個 所以這大概呢 是這種的這個處理方式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注意這個水粉 這它有一定的濕度 沒什麼要緊 但是就是說 不可以把它攪掉 攪掉的時候 它就容易缺鈣 這個肚子呢 你看它的很大張很大小 這個肚子都很大小 那麼以一般來說呢 這個缺鈣這個問題會比較嚴重 但是你如果說 它是小小就它 那就急它 那麼這有可能是這個 受粉比較不完全 是說在這個溫室裡面 有時候要想過頭隔溫 那麼你注意到這種 這個通風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轉 要到這個電風 就是要還不至於 但是就是說 這個人工授粉 還是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 比較新的 對著經濟有一個幫助 你現在受粉之後 你可以一半天 你就可以一半天 大概三到五天 你就要噴一次 在這個 高產的這個時候 因為它都會沒有 它在開火 那麼 它開始 火如果開始在開的時候 那麼你必須要 利用這個人工授粉 那麼 來幫它這個 做一個這個處理 那麼會好一點點 那配合到這個 天然細胞分類素 一種細胞基因 三十多 這個東西 那它可以有 比較好的這個 這個 這個好個 因為當時 在我們這個 食肆裡面 這個 夜間昆蟲不足 夜間昆蟲比較不夠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出現到 這個瘦粉不良 瘦粉不良 那麼大概是這種的 這個經營 你如果說有受粉 有受粉 又叫努力 這你就要注意 這個 你要說有人工授粉 還會努力 那麼 很有可能就是這個 缺蓋的這個問題 小心注意一下 如果說 還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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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叫補去 注意看是不是 這個炭區病的這個經營 因為有當時 它那個 火 沒有火很油 所以它出來的時候 它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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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種經營通常 在它的這個果餅的地方 地頭 那麼這個果餅 隔壁 那些 你會看到 它的 有一個 什麼叫乾水 藏到 那種也很紅 那麼這種 可能你要 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是這兩種的 一個原因 那麼 其他就是 白海先注意 白海呢 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 那麼 因為它比較容易看到 如果你想說 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大概就沒有什麼 解析問題 那麼 再來就是 這個 收穩 收穩的時候 配合這個天然細胞分類素的 解析 加一點 這個時間 在夜面肥四美巴蓋 是一個 很好的解析 這個選項 那麼這提供給你稍微做個參考 好